她是第一次看到我 然后她就锁定我了 直接就是很直求 就是跟我说 姐姐我喜欢你 我一开始 我不能接受姐弟的 唯一一次就是给她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为了我自己勇敢一次 但我现在很谢谢 那个时候的我 我觉得我应该是夜深了 我居然讲热讲到哭 我是一个现在爱情的罪人 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暧昧期 你说干点啥 聊点啥 她能提高到达率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很需要搞明白对方的 真正生活当中 她是一个什么状态的人 看你跟她最真实的样子 接触起来 有没有一些阻抗 如果有阻抗的话 可能你们就不是太合适 我的感觉就是 别干静态的事 别坐在那生聊 出去玩 去游乐场 哪怕逛超市 逛菜市场 逛哪都行 动态就好 太尴尬 静态太尴尬 鲜天 你觉得这些 是不是比静态的要好 她喜欢静态的 是吧 是吧 我喜欢静态 就是我们做人好像都是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跟男生 就是一起两个人出去散步 之类的 可能因为你们是 就是大家考虑到自己是 那个演艺工作者的这个身份 没有 我觉得我 就是我当演员的时候 每一段恋情都是轰轰烈烈的 我们知道 就是因为你要去体验爱的感觉 去感受一下 你才能演出来 我是这样的感觉 就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去世呢 那你做这行之前呢 我之前没看到恋爱 那你缺少了好多 我好后悔 没事 我给他们一点希望 因为我出道得也很早 因为我大概是前几年前吧 找到我现在的另一半了 小徐 小徐我就找到他了 真的 但他也很大胆 我觉得他也是蛮酷的 因为他就是 他是第一次看到我 然后他就锁定我了 他就直接就是很直求 就是跟我说 就是姐姐我喜欢你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小徐可以啊 那我一开始 我不能接受姐弟的 唯一一次就是给他了 真的 勇敢 尝试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为了我自己勇敢一次 但我现在很谢谢 那个时候的我 真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夜深了 我居然讲热讲到哭 你就是夜深的时候 突然开始表扬小徐嘛 白天不表扬 突然到了夜深 对不起 这个表扬来得好突然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这哭点 来得有点意外 你也哭了 不是 我是感动 别这样 别这样 不是 你就给姐姐姐面子 说你感动就好了 我觉得萨莉莉莉莉说的这个 和我们今天的讨论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时候 你一定要有勇敢 而正确的表达 以及付诸于行动 是的 不要瞻前顾后 瞻前顾后可能错过的是 某一段感情 对 所以都是我们学习的过程 是